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CityLover 近年隨著生態環境改善 在雲南省境內 人類和野生亞洲象開始親密接觸 最近有一頭大象因為太肚餓 直接撞爛鐵門闖入民居家賺食 引起外界關注 在雲南西雙版納州 一隻大象破門而入衝入民居 將屋內的大米、粟米、飯菜等一數而空 食飽飽後再絲絲然離開 雲南的亞洲象部隊受地方政府的保護 有時亞洲象性群結隊衝入稻田食自助餐 當天氣太熱時 大象會一起下水洗澡 在水裡翻滾浸浴 大象是擁有高智商和社交能力極強的動物 這隻大象懂得變魔術 從後方搶走旅遊客的草帽 並藏在嘴巴 雖然旅遊客被弄鼓 但一點都不生氣 最後大象歸還這頂沾滿口水的草帽 猜不到大象比人類更懂得搶鏡 肯尼亞廣播公司一個記者報道新聞 呼籲民眾拯救孤兒大象 一隻小象不斷用象臂摸記者 而記者全程保持專業報道 小象見他沒有反應就得寸進尺 直接將象臂伸到記者的嘴巴 記者忍不住大笑並暫停錄影 大象BB好像小孩一樣貪玩 泰國一隻小象想和遊七工人玩 不斷用鼻拍打工人的肩膀 甚至企圖越過欄杆 令工人無法正常工作 當見到工人不陪他玩 小象很生氣地用鼻打他後離開 是否想和其他小動物做朋友呢 泰國青媽一隻小象想和狗走玩 一直追著狗仔不放 狗仔伸手敏捷 始終和小象保持距離 小象發現自己怎樣追都追不到狗狗 似乎有點不太開心 發脾氣扔腳 並用象臂亂拼雜草蝕粉 之後回到大象媽媽身邊告狗 亞洲象被列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 為了做到人象共存 內地臨業部門出動無人機監控象群 一旦到達人類活動區域 就會提示預警 提醒居民不要靠得太近 由於保護力度不斷加強 中國亞洲象出生率增高 近三年迎離了嬰兒潮 好了 今集就到這裏 下次再談 拜拜